嗨,我好了 好,可以開始了 先開始計時了 好,先跟大家抱歉 下午我不曉得已經站到廣播了 希望不打擾到大家的討論 那今天呢有許多的收穫 那我就持續的 就是以抱持的新參者的 好奇心就是也一樣在各坑遊走 然後對,所以我挖坑其實只是個幌子 很開心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一些收穫 首先,我在真的假的就是發現了一些 還蠻有趣的功能,然後也實際的使用了 包括呢可以用Slack來訂閱我 我想要了解的訊息,包括最新查核 然後剛才快速的驗證了一下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比如說剛才有新查核到的一些資訊呢 我就可以馬上的訂閱到了 就是非常的開心 這樣子就可以關心到 那個整個假消息世界呢 是有什麼東西是已經被澄清了 避免自己的重招 像是,因為這是對我非常深刻的 常常家裡面群組都會去傳這些假訊息 再來呢,是我自己的坑啦 對,那我也沒有特別宣傳 然後,我有發現呢 這個Disfactory 的二代目呢 有為自己的字戒加上了工廠以及排球 所以很開心呢,有人願意來試著用Emoji 來傳達一些訊息 這樣子的好處呢,是可以讓我們 也不用特別的去做翻譯 讓我們跨語言的使用者呢 也都可以關心到你所關心的話題 一位YU呢,也使用了這個 有點像小精靈的 可能今天有在玩遊戲這樣子 我也偷偷的把你記錄起來 BASE也用了一個Emoji 好的,那再 也很感謝就是 在歡迎詞上面 那個Roni很快的就做update了 所以相信未來的新參者們的 都可以有一些 對於GDNB很快的認識 以及這些關鍵字 我覺得這關鍵字是一個一大突破 因為可能有一些定位的東西呢 在新參者加進來的時候 會非常的模糊 不知道這樣子 這一個社群是怎麼樣的一個存在 那非常高興可以這樣子參加 然後宣揚我對我自己一個非常個人的這個理念 也就是即興的東西 所以這樣子的分享也是非常即興的 我一邊在午後呢 也跟家人做了即興的舞蹈 也跟大家做分享 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體驗 就是 不是在一個公共的空間 卻參與公共事務 我非常的享受 那我早上的時候 就是各種即興 早上的時候有參加了 GASOLINE的那個販賣機 領那個會章的活動 也非常的開心 用各種的科技來結合現實社會 現實世界 然後去做一些紀錄 去發現一些精彩的事情 那剛才那個Codefax呢 也特別Cue到我 我也蠻興奮的 因為就是各種的參與 都可以回饋到自己身上 無論是輕輕的一個小問題 或者是有一些 覺得可以怎麼樣 讓這個專案更精彩的一些回饋 然後你發現這個專案在前進 在有一些新的變化 然後有更多的 關心這個世界變化的專案在發生 都是令我這一個 每次以好奇心參加社群的一個人 即興的一個非常精彩的收穫 以上跟大家做分享 謝謝大家